有同修问我 他发现专修建筑 我劝他 要深深扎根 不要着急 古人所说的后继播放 很有道理 何必着急呢 你现在年龄还不算很大 用十年二十年功 好啊 没有人认识你 这最好 古人所谓不明在意 一名经人 你累计二十年的定会 那个发出来力量大了 不求明文理 当时甚至明归 这明要求到干什么 假名啊 假例啊 样样都是假的 求什么 求戒定会 这是真 所以 那是被金 被筑 被筑解 三十五年前 我第一次到香港的奖金 香港有个人认识 香港有一个守冷言言王 海人老是 那个时候九十多岁 我跟他见了一四名 我去拜访他 我到香港也是讲冷言经 碰到守冷言言王 他告诉我 世尊在论言会上 讲了些什么 什么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念安壮事情 一个是清津明慧 一个是念佛往生 念佛往生 二十五元铜里面 观音诗志 代表 二十五元铜里头 观世音菩萨 梵文文字信 大师智菩萨 都十六根 经念相机 清津明慧 清津明慧 那是戒律 决定要远离 杀到阴亡 四中节 四中节 修行人 他念头都不深了 能够用 能够用观世音菩萨的梵文文字信 六根 六根 不受外界影响 完全与法相应 说得好啊 说得好啊 怎么与法相应 大师智菩萨的梵文字信 大师智讲得最清楚 冷言已经就圆满了